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隐居身里 一时找不到可以封定的白骨 这些人虽然是我的家眷仆人 但是他们终归难逃生老病死 早死晚死都一样 老夫只好用他们来封墓了 张山娃呢翻着白眼说道 卧槽 这位阴阳司征也太狠毒了 为了太阴连行复活长生 不惜牺牲自己家眷的性命用来封墓顶 实在是禽兽不如 令人发指 虎毒不食子 你既然是青天间阴阳思政 自然知道太阴连行有为天道 你不但一意孤行逆天而为 为了自己长生复活 不惜残害自己的家眷子嗣 如何能够复活长生 在说这话的同时 我已经五指如钩按捷抓鬼手印 鬼魂附体是最容易被抓获的 我准备一举拿下这个鬼头再说 老夫本来就是逆天而行 自然不讲天地道义 我趁张山娃阵阵有词的时候 忽然用黑布盖住他的脑袋 紧急着一抓 抓下了他的天灵盖 我本以为借着收魂黑布 可以抓住这位 青天间阴阳思政的附体魂灵 不料一轮黑烟从我指缝中露出 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张山娃扑通一声 倒地不省人事了 随即我的耳朵里面 传来了阴阳思政的鲑鱼耳报 娃娃 没想到你竟然是我的同道 有两下子 大家伙 起手巴叫的把张山娃拉了起来 我低头一看 张山娃已经醒来 这伙愣头愣脑的 好像是刚刚睡醒一样 见大家伙都看着他 还是一脸不解 我看他怀里有个鼓鼓囊囊的东西 就一把拽了出来 发现的是一个秀气斑斑的小铜壶 上面的斑斑勃勃的全是绿帽 铜壶盖上有个小铜人 包着一个衬杆一样的东西 看起来非常的怪异 张山娃 你小子竟敢偷藏文物 老匹子考古队长一把揪住张山娃愤怒的说道 不不不 不是死场 我准备上脚的 可是后来忘记了 张山娃呢 见老匹子凶巴巴的跟要吃人一样 吓得支支吾吾的为自己开脱 老匹子黑黑一笑啊 张山娃胆子不小 这死场文物和道谢罪一样 我们只需要给派出所打个电话 你就要在牢里面待上几年 你老实说 这东西从哪来的 说清楚我就饶了你 说不清楚就送你去派出所 这不是我偷的 也不是在木坑里捡的 是在一个砖缝里看到的 老匹子松开了手 大声对其他民工说 以后捡到文物要上脚 别在肠子掩齿 背叛几年 划不着 几位民工呢连连点头 纷纷说没看见东西 原来张山娃捡了个东西 怪不得会中邪 这时候 王月欣和几位考古专家呢 兴奋地围了过来 还以为有了重大发现 我看着这个小铜壶上 站着一个小铜人 没看出什么名堂 就把这东西递给了王月欣 他呢是秦汉研究室的主任 对青铜器有一定的研究 王月欣接过去仔细地看了看 发现这个小铜壶呢 有些残缺不全 意识呢难以确定 于是又传到其他专家手里 这些老头们非常的认真 左看右看就是不说话 越是专家越是谨慎 不敢轻易地瞎断言 万一说错话的话 那是落人画柄 一笑大方的 最后那个小物件 最后呢 那个小物件 又回到王月欣的手上 这东西在专家手里转了一圈 其实专家们心里都有了一个数 只是呢不敢断定 最后把话语权留给了王月欣 王月欣呢 又仔细看了一遍 然后用手电筒对着里面招了招 兴奋地说 这是个滴水漏壶啊 滴水漏壶 干什么用的 我呢好奇地问道 王月欣说 这是古人用来滴水计量时间的一种计时的工具 相当于现在的钟表一样 应该是好几个铜壶从高到低 连在一起 这呢这是一个铜壶 还有些残缺 所以大家一时没有认出来 其他考古专家呢 也是纷纷点头 其实他们也看出来了 只是呢还不敢断言 王月欣说 这个铜壶呢挺精致 造型也很古怪 但是保存的不好 绣的不好辨认 我看第一眼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铜应该是近代铜 不是青铜器 但是这个造型和西汉诸土的铜壶呢 又有点类似 所以呢我不敢断定 你们看 这铜底还藏着青天坚正四个字 说明他是漏壶无疑了 大家一看果然湖底有青天坚正四个字 王月欣说 我们最早发现的滴水漏壶呢 是在西汉诸土文物里面发现的 古人呢没有钟表手表 所以呢无法计量时间 晴天的时候可以立一个猪肝来计算时间 叫立竿剑影 但是到了阴天下雨天就没办法了 于是就发明了这种水中漏壶 以滴水呢来计算时间 这东西一般寻常百姓根本用不上 基本上都是达官贵人用的 到了清朝近代啊 连达官贵人也不用了 但是这个漏壶应该是清朝制的 湖底藏有青天坚正四个字 说明这个滴水漏壶呢 应该是清朝青天坚专用的物品 只有这个神秘的机构搞研究 才会用到这玩意儿啊 要好 怎么说的话 这个牧主还真是清天坚的阴阳思政啊 牛教授呢 吃惊的说道 王月欣呢笑着说 有可能啊 刚才张山娃不是说 她是清朝最后一个清天坚阴阳思政吗 刚才呢可是口说无凭 现在是有了证据 咱们就信一次鬼话吧 过去的老百姓一般没有什么时间概念 根本呢不会用这玩意儿 清天坚的都是术室 修炼的时候对时间要求很严格 也许他隐居在山里面没法掌握时间 就把这玩意儿随后带了出来 牛教授见王月欣有几分开玩笑的意思 就说 那咱们还有没有必要再打开这个墓了 如果真的是一个术式的墓 打开的话意义就不大了呀 王月欣说 打不打开呢 咱们就决定不了 问题是 这个墓引起了众多盗墓贼的注意 上面下了指示 让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情况搞清楚 万一这墓里面真有价值连城的国宝 再让盗墓贼给得了便宜 那咱们没法跟上面交代呀 牛教授说 问题是 这个墓不好打开呀 墓墙全是锯石锚扣 动一发 而钱全深 还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万一留啥飞弩什么的 那可是防不胜防案 咱们又不是盗墓贼 不需要从那个老鼠洞钻进去啊 怕什么 不着急 咱们慢慢来 明天让民工先把曹家大院周围的土坊给挖开 留出呢周旋的余地 然后再想办法破这个墓墙 哎呀 那工程量可就大了呀 没事 明天呢 让赵八成进城买菜的时候再找几个民工过来 看样子 王月欣呢 是下了决心 一定要打开这个墓 老匹子考古队长忽然看着我说 小子 你跟张疯子那么多年 难道就破不了这个墓吗 我一脸无奈啊 我师父又不是盗墓贼 我又不是老鼠 找风水定学位 那我没问题 但是打破盗墓 那可不是我的尊厂啊 老匹子想了想又说 你一个怂玩 啥都不会还说得理直气壮的 看样子 非比老子出去一趟 给你找个会打动的老鼠回来 第二天 赵八成和老匹子考古队长一起下山了 直到傍晚黄昏的时候 两个人才回来 带回了十几个民工 其中呢 还有四个警察 如临大敌的压着一个戴着手铐的家伙 一瘸一拐的走了过来 我顿时暗吃一惊啊 仔细一看 此人长得粗粗壮壮 虽然满脸横肉 红光满面 但是却带着一身的诡气啊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暗暗吃惊 心想 这老匹子是找回来的老鼠 怎么看着 已不像老鼠啊 盗墓贼呢 都长得短小惊狠 可是这伙 长得可是五大三粗啊 老匹子呢 用训斥的口味 对那家伙说 这些都是文武研究所的考古专家 你要和他们好好合作 有什么好的想法 要跟他们沟通商量 不能刷花头 考古专家 那都是一群闷怂 这家伙明显带着陕西关中的口音 轻蔑地看了一眼周围的考古专家 眼里面充满了不信 此人呢 虽然戴着手铐 失去了人身自由 但是依然掩饰不住一身的狂妄之计 哇操 这谁呀 他怎么这么张狂 我呢 虽然不是考古专家 但是好歹 也是这个团队的一员 他居然说我们都是笨蛋 老匹子考古队长 呵斥说 林斌 老实点 前面一千米左右 有个大木 能不能破了 没有不灭之国 没有不破之木 天下 还没有我林斌破不了的木 今天我不想看木 走了半天的山路 累了 好吃好喝的 给我弄点 依然呢 是狂妄的语气 似乎这里 就是他的一亩三分地 由他呢 来发好实力 林斌 我听到这个名字 猛然一惊 因为昨天 我还听老匹子 说过这个人的名字 难道此人 就是名震江湖 是海内外的考古专家 都为之蒙羞汗颜的 大道林斌 我于是呢 连忙捅了捅老匹子 笑声问他 哎 老马 这是谁啊 老匹子呢 操着一口闪些话说 老鼠 大老鼠 林斌听了 不以为耻 翻以为荣的黑黑一笑 似乎呢 颇为的得意 他烂样样的说 有没有老子的房间 让我坐下休息一会儿 先把他带进帐篷休息 严加看守 这小子鬼得很 别让他给跑了 老匹子呢 对四个警察命令 我有些糊涂了 这老匹子 什么身份 不就是一个考古队长吗 怎么连警察都命令起来了 以老卖老 也不能这样啊 我忽然想起来 这货平时还带着手枪 越来越觉得 老匹子不是一般人 他居然能把 碰了死刑混气的大盗林斌 从监狱里面提出来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啊 不过老匹子 倒也不亏待林斌 很快的让人 在脏篷里面 给他打了个地铺 林斌毫不客气的 往地铺上野坐 伸着两腿 半躺在那 嘴里面大声叫喊着 说法 美得很啊 我不由的 看了林斌眼 发现此人 五官粗的 笨拙呆滞 带着几分凶器 但是看起来 一点也不精明 如果不是 一口观中方言 透露出几分狂野 还有匪技 根本想象不到 这就是 明镇海内外的江湖大道 四个警察 一边两个 坐在他的旁边 一言不发 表情紧绷绷的 显得有些紧张 林斌却是 嘻嘻哈哈的 拿他们打去 嘿呀 这位兄弟 一路辛苦了 放松放松 我不会跑的 老痞子呢 笑眯眯的说 林斌 你玩能得很啊 上次 把手铐捅开跑了 我就不信 你能再跑一次 你跑得再快 能跑得过我一颗子弹吧 不呢 肯定不得 我呢 一直在想 上辈子 是不是造了什么孽 这辈子 才会遇到你 你呢 就是我的克星 我一辈子 都想不到 会在阴沟里面翻船 老痞子 坐在林斌的旁边 两人呢 都用陕西话 有说有笑的聊了起来 不知道的 还以为俩人 是什么老朋友呢 不大一会儿 周八成 按照老痞子的吩咐 给林斌呢 弄了几个菜 一瓶五粮叶端过来 放在他的面前 林斌呢 一看有酒有肉 顿是乐了 老马 够夜色啊 老痞子呢 把白酒 倒在两只碗里 陪着林斌 边吃边喝 因为林斌 戴着手铐 夹菜不方便 老痞子呢 就帮他夹菜 酒足饭饱之后 林斌摸着肚皮说 嘿嘿 舒服 美得很 老痞子呢 点燃了一只烟 吸了两口 塞进林斌的嘴里 林斌吸了两口烟 美滋滋的 往后面一仰 躺在地铺上说 我累了 就不陪你们了啊 老痞子呢 向他警告说 你娃子 给我老实点 我睡觉 都睁着一只眼 专门盯着你这王八蛋 林斌呢 黑黑一笑 你放心 我不跑 舒完闭上眼 就不再搭理老痞子 不大一会儿 就是憨声入泪啊 老痞子考古队长 让四名警察去吃饭 他自己呢 看着林斌 我也推出了帐篷 和大伙去吃饭 我呢 总觉得有些奇怪 在吃饭的时候 悄悄问牛教授 这林斌 犯了什么大案呢 牛教授说 你不知道 这个林斌 可不是一般人 他可是高手中的高手 在盗墨这行里 他是最高级别的长眼 当然了 他自己也直过当老大 他曾经把唐朝 李隆基的废子 武会废的官国给盗了 二十七吨重的家伙呀 他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给盗走了 我一听呢 顿时来了兴趣 这么厉害 是啊 你听我给你讲 这其中的缘由 按说呢 一般的官国不知仙 但是 这个武会妃 是武则天的侄女 也是呢 天乡国色的 秦城家人 深受李隆基的宠爱 如果不是早年丧命 历史地位 不会赐予杨贵妃 所以 他的官国 就有了研究价值 这个女人 不但继承了 武则天的聪明智慧 也继承了武则天的狠毒 他效仿武则天 勾结丞相 李林府 设计陷害了三位太子 结果 晚上劳作噩梦 梦见三位太子 前来锁命 后来 他病不起 年纪轻轻的就死了 他死以后呢 杨玉环才替补了他的位置 可见 他在李隆基心中的位置 电视里说 他和杨玉环争风持足 那纯粹是 下边扯淡 完全不懂历史 这个女人死以后 李隆基下令后葬 给他的这个棺果呢 那可不是一般的棺果 那是用石头做的三间房子 石头文是异常的精美 总达二十七吨 这么大的旁人大物 竟然被林彬这个江湖大盗 不知不觉的给挖了出来 等文物部门发现陵墓被盗 吴灰飞这个 总达二十七吨的光果 已经给卖到美国去了 竟然连一点风声都没有走漏 你别看这人 长得不咋地 他可是创下了 走私最终文物的奇迹 没有精密的心思和老练的手法 不可能完成这么繁杂的任务 而且这个人在外面逃亡 很长时间都没有给抓住 被抓以后 捅开手铐子又逃跑过一次 要不是此人有果人的本事 早就掉脑袋了 那可是国家一级文物啊 怎么可能判私缓呢 那是怎么被抓的呀 我呢越来越好奇了 牛教授笑着说 倒霉呗 阴沟里翻船 你说就这么一个精明的人 咋就栽在咱们老马手里呀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笑着说 这就叫墙中自有墙中手 说明老马比他高明啊 你说程咬金本事高版 就会那三板斧全靠运气 可是有多少英雄好汉栽在他的手里 我看咱们马队长就和程咬金一个水平 全靠运气 牛教授这个人呢 读的书比较多 但是有些书呆自弃 大概呢 他跟老马一起待的时间长了 就不觉得老马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呢 就笑着说 那可不一定 老马也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人呢 老马鹿子爷 那倒是真的 这次能把林彬弄出来 我还挺佩服他的 吃了晚饭之后 又搭了两个帐篷 一下子增加了十几个人 营地吵吵嚷嚷嚷的热闹了起来 光打扑克的民工呢 都分成了好几摊子 大家伙也没觉得曹锦文阴气森森了 第二天呢 吃过早饭 林彬就被四个警察压向了曹锦大院 让他去探测县场 到了曹锦大院之后 他把胳膊一摆 对着看压他的四个警察说 你们都站远点 要不然我可弄不准呢 四个警察呢 面面相聚 谁也不敢放开他 毕竟这家伙神出鬼没的本事太大 而且呢 逃跑过一次 所以几个警察把目光看向了老痞子考古队长 老痞子掏出枪来 哗了一声 把子弹给顶上膛了 然后对着林彬说 林彬 你玩听着 你只是判了私缓 还有活命的机会 你如果跑了 那我的子弹可不张眼 立即就给你判死刑 林彬敏感的看了老痞子一眼 然后说 老马 我问你一件事 我把这个目给破了 算不算立功 还用不用上北京了 一般呢 被判了死缓的犯人呢 最后被核定执行之前呢 都要经过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的附身 一旦上北京就意味着是必死无疑了 所以林彬在破目之前呢 想为自己挣一点活命的资本 啥叫死缓 没当场打你脑袋 就给你玩活命的机会 重灾表现 老痞子梳着 举起了枪 瞄着林彬 对着几个开压的警察说 你们把他放了 我不信 他能逃过我的子弹 我不会跑的 放心吧 林彬摆了摆手 四个警察放开了他 远远的站在一边监视 林彬闭上眼睛 似乎在入境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开始 沿着曹家大院踱步 他走得很慢 走两步 停一会儿 闭着眼睛 思索一会儿 然后又走两步 皱着眉头 似乎在计算着什么 就这么走走停停 明思苦想 这一次 他可没有踩着 青井公墓 那么的张狂了 他就这么 来来回回的 在曹家大院上 走了十几分钟 然后 才疑惑的说 奇怪 确实奇怪 此墓 怎么会是这样的形状 实在是少见的 林彬呢 又走了几圈 然后说 差不多了 有石灰吗 我把墓形给你们封出来 有人呢 立即拿了一袋石灰 林彬抓了一把石灰 然后剁着脚 走上两步 撒一把石灰 然后再走两步 剁脚踩踩地面 然后再撒一把石灰 慢慢的 他就在曹家大院 用石灰画出了两个S型的石灰印 中间相距呢 一米多宽 正是那个S型的墓道 我不仅对林彬是暗暗佩服呀 此人呢 果然不凡 居然在墓地上面 就能画出下面的形状 确实呢 是一个奇人 然后呢 他在S型的另一边画了一个圆弧 和S型连成一体 刚好形成了阴阳太极的另一边 他拍了拍 手上的石灰粉说 这个大墓就是这样的形状 怪得很 怪不得没被破 如果里面有流沙雷石 打老主动进去破墓 那就是死路一条 这种墓形是怎么也跑不掉的 以你的想法 这个墓应该怎么破呀 老痞子考古队长向他问道 林彬说 这个墓确实挺奇怪 不过你们人多 倒是也不怕 可以采用人海战术啊 反正又不是盗墓 可以先把周围 山池以外的泥土全部切掉 腾出大片空间来 万一这个墓室 有什么名堂也好应付 林彬呢 方好了墓室的形状 老痞子考古队长 就让民工开始把周围的土方清理掉 这个工程呢 对盗墓贼来说 是望洋兴探的工程 怪不得打了盗洞 却没有破坏墓墙 估计飞沙雷石 也是他们估计的因素之一 毕竟是盗墓嘛 只能是偷偷摸摸的干 又不能大规模的动用几十人 去挖土方 万一墓里面出现了飞沙雷石 逃都没地方逃 还不直接给活埋在墓里吗 我正在想象着 古墓里面的各种可能性 忽然肚子 几里咕噜的一阵响 赵八成做的早饭呢 不知道放什么了 我忽然感觉要拉肚子 急忙捂着肚子 向旁边的树林去了 我刚钻进树林蹲下来 就听见外面民工 已经洞宫挖了起来 我按道不好啊 这个古墓 在洞宫之前 必须做一个 必杀的阵法才行 因为这里面有九个守墓恶鬼 一旦大规模动土 必然是杀气冲天 肯定会伤人性命的 想到这里 我正打算提起裤子出来 阻止大家动土 但是已经晚了 就听到一阵惊慌嘈杂的声音 有人说 哎呀 黄三晕倒了 赵宝娃也晕倒了 赵喜贵 你怎么了 坏了坏了 都中邪了 被煞打了 我一听呢 急忙提着裤子跑了出来 一看工地上 晕倒了五六个 个个呢 满脸的乌黑 灭入锅底 倒在地上 人事不知 全被煞给打了 我操 一会儿的功夫 就被煞打倒了这么多 我吓了一跳 赶紧的让他们停工 把那几个昏迷不醒的迷宫 给抬出来 我默念破沙舟 每个人的人中上 掐了一下 不但一会儿 几个昏迷的民工就醒了过来 不过呢 都像得了大病一样 脸色非常的难看 直到半个小时 脸色才逐渐的恢复得像个人样了 这种凶煞特别的厉害 如果不能及时解救 超过一个时辰 那就没得救了 老痞子考古队长也是吓了一跳 一改往日的脾性张狂 带着请教说 小师父 这煞气这么厉害 下面动头怎么办呢 我瞪了他一眼说 刚才谁让他们动工的 是你干的吧 老痞子说 这不是为了赶工程吗 谁知道有煞气 原先没出过这样的事啊 我呢 没有打理他 抬头一看 墓地隐隐的 有一团黑气 这种黑气呢 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果然是煞气冲天 我静止拿着螺盘呢 来到墓顶 抓了九只蚂蚁 压在螺盘下面 然后呢 念了几句咒语 九只蚂蚁 被困在螺盘下面 出不来了 好了 可以开始施工了 不过 这个螺盘 你们千万动不得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杀气商人 民工们才开始顺利的施工 到底是人多力量大呀 三十多个民工 三四天的时间 就把曹家大院 清理成了一个孤岛 周围的泥土呢 已经被整整齐齐的挖掉了 考古连土方都是精细作业 就好像被切割的豆腐块一样 里面的木墙 已经是清晰可变了 赵八成呢 见大量的工程土方 已经完成了 后面就不需要那些民工了 于是寻思着 给那些考古队省钱 留下最新来的那一批民工 把后来的那批民工的 开了钱给打发了 下一步 就该破除木墙了 老匹子考古队长 让四个警察 压着林斌 去探测木墙 林斌沿着木上 太极形的木道 转了一圈 林四呢 冰得凝重了起来 他用手指关节 轻轻地敲了敲木墙上说 此木奇怪呀 严丝何分 浑然天成 怎么 你不是说 天底下没有不破之木吗 原来是吹牛逼呀 老匹子 见林斌面有难色 出言讥讽 林斌呢 一脸深重地说 我没说破不了 只是呢 不可煽动 牵一发而动全身 弄不好整个古墓 就塌了 不说墙里边 有没有案件伤人 好东西都给糟蹋了 你们呢 还不是得枪毙我吗 老匹子呢 瞪着林斌说 那我把你弄来干啥 吃饭的 你别急嘛 等我想个万全之策 林斌呢 一屁股坐了下来 然后伸出 戴着手铐的双手 死皮赖脸的说 烟 你一个狗人 啥事没干 还要吃要喝 要烟炒 老匹子点燃一根烟 吸了两口 塞进林斌嘴里 林斌呢 也不客气 嘴巴里面叼着 老匹子给他点的烟 一言不发 眯着眼睛 思考了起来 等一支烟抽完 似乎也没有什么好主意 就站起来说 我再去墓顶上看一下 说着他要了一把碳铲 上了墓顶 我们呢 也跟着上了墓顶 他一边走 一边用脚踩了踩墓顶 选出一个方位 用碳铲呢 打了下去 墓顶上面的海骨杂草 早已经被民工给清理干净 碳铲打了一尺多深 就非常难打了 因为下面呢 全是夯式的泥土 林斌把碳铲拔出来看了看 在碳铲里面 掉出了一些五色土 林斌在碳铲上 抠出一撮泥土 在手里面 把那撮泥土细细的捏碎 摊在掌心上 另一只手呢 伸出三根指头 捏起掌心的一粒泥土 在指尖细心的捏来搓去 微微闭目 用心的感受着什么 忽然 他那双粗大的鬼魅眼一条 脸上呢 露出了惊讶之色 难道是金刚宝顶 啥 金刚宝顶 老匹子考古队长 不解地问道 林斌呢 没有理会老匹子 他睁开双眼 仔细地看了一眼 手指尖的泥土说 没错 就是金刚宝顶 什么金刚宝顶啊 几位考古专家呢 都被林斌 说得是云山雾钊 一起围拢过来 想学学建设 林斌说 你们看啊 这五色图里面 砸了一些金刚纱 这样的墓顶呢 就叫金刚宝顶 林斌把手指尖的东西呢 放到了王月欣的掌心说 这位专家 你看 是不是金刚纱 我们仔细一看 王月欣的掌心呢 果然躺着几粒 黑亮黑亮的沙粒 我拿了一粒 捏了捏 果然是坚硬无比 这样的金刚宝顶啊 任何铲子打下去都是没用的 再好的洛阳铲下去 不到三尺也就崩了 林斌呢 拿起那个月牙型的碳铲 让我们看 我们仔细一看 月牙碳铲的刃头呢 已经变成了锯齿 王月欣说 那怎么办 你这方面那可是人才呢 这金刚宝顶 有什么破法没有 我可不是什么人才 就好像我们村口的 那棵歪薄树一样 长歪了 林斌呢 自嘲地说的 老匹子 瞪了林斌一眼说 废话少说 你就说 这个金刚宝顶怎么破 没破法 你没看见 那金刚纱多硬的东西 玉雕厂七个宝石用的工具 全靠金刚纱 这金刚宝顶 就是专门用来对付洛阳铲的 这就是洛阳铲的克星 除非呢 用地崩子 林斌说的地崩子呢 就是近年盗墓贼 惯用的盗墓手法 就是采用一种挤压式的爆破技术 轰炉一声 就能把木顶给炸出一个大洞 因为呢 是地下爆破 声音也很小 但是 再精确的爆破手法 也会对古墓的文物造成损坏 所以考古队从来不使用这种方法 老匹子说 废话 要是能用地崩子 我找你来干啥 林斌呢 笑着说 不说这地崩子能不能用 就是能用 也不好使用 陆阳尘打不下去 光炸个表皮 有啥用啊 老匹子又说 林斌 我把你从牢里面提出来 可不是让你发牢骚的 你还想不想减刑 再说了 这么大的墓顶 不可能全都是金刚砂吧 王月新呢 也赶紧说 是啊 这个墓可是清朝墓 那时候的金刚砂 还是挺稀烧的 这要是全扑上金刚砂 那得用多少啊 林斌想了半天 又继续说 那好吧 司马当成火马医 我再换个地方试试 说着 林斌又在墓顶上走了几步 用脚跺了跺 选了个地方 重新下铲子 林斌选好位置 找了一把锋利的洛阳铲 嘶的一声 就给插了进去 林斌呢 露出了惊讶的眼神 显然这一铲子下去 比刚才容易的多了 林斌迅速的 把洛阳铲拔了出来 铲子呢 掉了一些红色的粉末 他仔细一看 一脸惊喜的说 猪杀 这一次 洛阳铲里面 没有掉出金刚铲 而是红色的猪杀 虽然呢 有点奇怪 对失去信心的林斌来说呢 却感到格外的惊喜 这个天衣无缝的古墓 终于露出了破绽 有可能是五花顶 那就好办了呀 五花顶呢 是一种迷惑盗墓贼的墓顶 有些地方是铁板一块 有些地方去捆舞一物 这主要呢 是材料不够 不得已而为之 金刚铲呢 毕竟是稀少的物资 在那个年代 有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得到 要用金刚铲 铺满整个墓顶 那是不可想象的 林斌显得非常的兴奋 他确定为五花顶之后 就再一次把洛阳铲 给插了进去 这次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猛的向下一桌 只听扑的一声响 一股星红的血液 急射而出 林斌躲闪不及 一下子半边脸 被溅得一片的血红 林斌一愣 还以为是里面的朱砂积水 被他捅了出来 却忽然发现 插进地下的洛阳铲 剧烈的晃动了起来 随着洛阳铲的剧烈晃动 旁边的泥土也出现了裂纹 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 心想这下面 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难道地底下还有活物吗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林斌脸色一沉 毕竟是大道出身 狠身也有几分淡色 他觉得下面有意 抓住洛阳铲 猛地往上一把 没想到呼的一下子 一具血淋淋的僵尸 居然被他拔得破土而出 那兵锋利的洛阳铲 正好扎在了僵尸的心脏上 僵尸双手死死抓着洛阳铲不放 被林斌猛人的 网起一把 僵尸顺势站了下来 呲牙咧嘴的伸着几寸长的指甲 向林斌抓了过来 林斌做梦也没想到 打下的探陈居然会拔出一具僵尸来 见僵尸迎面抓来 他吓得也是倒吸一口凉气啊 情急之下 只好举起双手阻挡 僵尸一把抓在他手铐上 只听得咔嚓一声 那副正亮的手铐 顿时被断为两劫 林斌一看手铐都被抓断了 吓得一声大叫啊 我的个神啊 转身呢 就连滚带爬的逃下了墓顶 其他人也是吓得四散而逃 老匹子 见僵尸来势凶猛 举起手枪 对着他 就是噼里啪啦的 一连放了六七枪 打得僵尸呢 浑身只哆嗦 暂时无法向我们靠近了 老僵尸回头一看 发现林斌呢 已经获得了自由 正甩开膀子 一拳一拐 往树林那边跑去 林斌 站住 再不站住 老子一枪崩了你 林斌哪里肯站住啊 好不容易获得了自由 而且不到十米 前面就是树林 只要一头钻进去 就会被树叶给遮挡 到时候 老匹子枪法再好 也是无可奈何 老匹子果断地 举起手枪 瞄准林斌的另一条腿 咔嚓一声 扣下了扳机 结果发现手枪 大张着舌头 弹夹子里面 已经没有了子弹 刚刚一匣子子弹 全射进了僵尸的身上 枪声没响 林斌很快地 钻进了树林 一闪就不见了 你个狗日的 老匹子气得时 大骂一声 对我吼道 你对付僵尸 我去把林斌抓回来 舒文的转身 向树林里面去了 僵尸一连中了六七枪 被打得 愣在了那 我一把抄起一柄洛阳铲 挡在僵尸面前 然后对其他人喊道 快往后撤 大家伙急忙地 从墓顶爬了下去 僵尸大概缓过了神 我这才注意到 他浑身地沾满了朱砂 一柄洛阳铲 就像长毛一样 刺进了他的心脏 心血淋漓地 极为地恐怖 猛一看呢 就好像一个 剥了皮的人员一样 他忽然挺起头 一双绿油油的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我 卧槽 难道这就是 师父说的 闭眼血尸 闭眼血尸呢 是行尸的一种 但是 它不同于一般的僵尸 这种僵尸呢 要饿 饿得越狠 越凶残 直到饿得 两眼乏率 见什么东西 吸什么血 一般呢 作为浮石 用来守木 用大量的朱砂 把它掩埋在 古墓外围 再用的五色土夯实了 使它处于 沉睡休眠状态 一旦有盗墓贼 挖掘盗墓 将会把它 自动唤醒 这种饿了很多年的 闭眼血尸 一旦苏醒 必定会狂醒大发 第一欲求 就是要喝血 我不敢大意 一边后退 一边问周八成 咱们火房里面 还有活物没有 周八成呢 哆哆嗦嗦地说 有 还有几只鸡 快去 全拿来 把我的陶木剑也拿过来 我没想到 大白天的会遇见僵尸 所以呢 根本没有准备 陶木剑也落在了营地 谁知道 我刚说完 闭眼血尸 自着琉牙 一声嘶吼 扑了过来 我急忙地往旁边一闪 躲开了闭眼血尸的袭击 可是周八成 却没那么好运了 只听得 撕拉一声响 周八成 背心的衣服 被抓了个大洞 不屑纷飞 周八成 吓得是魂飞魄散 妈呀一声大叫 一咕噜 从墨顶上滚了下去 闭眼血尸 抓着手里的一团破布 羞着鼻子 闻了闻 发现的 没有血腥味 愤怒地 把破布一扔 转身 又向我逼了过来 我拿着洛阳铲 全身贯住 一步一步后退 闭眼血尸 一袖鼻子 忽然一转 向我抓了过来 我猛人地 往后一推 不料脚下的土 忽然一软 一脚踩进了一个 几尺生的小土坑里 顿时 忠心后轻 身不由己地 一屁股坐了下来 我低头一看 原来是踩踏了一个老鼠 一个 一尺多长的白老鼠 受到了惊吓 忽然窜了出来 正好一头 撞在闭眼血尸的怀里 他一把抓住老鼠 咔嚓一口 就摇了下去 一股血腥的液体 溅到了我的脸上 是带着温热的老鼠的血液 只听到老鼠 一阵唧唧的残叫 就被那闭眼血尸 给生吞了进去 那只老鼠 还没被它完全咬死 就迫不及待地 被吞进了喉咙 一尺多长的老鼠 被闭眼血尸 吞进喉咙里面 仍然在挣扎 把闭眼血尸的喉咙 撑起了拳头大小的一个疙瘩 剧烈地蠕动着 看起来极其的诡异 闭眼血尸呢 好像被那个大老鼠 给噎住了 它打了个嗝 猛然一颤 将那个大老鼠 生生吞进了肚子 卧槽 这一幕简直看到我是 目瞪口呆呀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闭眼血尸又向我走了过来 显然一只老鼠 不足以填饱它的胃 它呢又开始 要吸食我的鲜血了 我一看已经没有了退路 也来不及思考 一把抓起洛阳尘 斩了起来 猛烈地向他刺了过去 对付这种僵尸 一般的镇石斧呢 根本不管用 还不如一柄洛阳尘 来得好事 洛阳尘十分锋利 扑的一声 刺进了闭眼血尸的胸膛 可是对他却丝毫没有影响 连痛苦的表情都没有 因为僵尸是没有灵魂的东西 所以呢 也没有痛苦 他一把抓住洛阳尘 一步一步向我硬顶了过来 我被他顶得一步一步后退 眼看就到了墓顶的边缘 再往后退就要掉下去了 我急忙地脚踏肛步 把自己给稳住 死死地顶住闭眼血尸 不让他靠近 闭眼血尸 见无法吸食鲜血 顿时狂醒大发 他一声嘶吼 一掌向洛阳缠上拍去 只听得咔嚓一声脆响 胳膊粗的白蜡木杆 被逼眼血尸直接拍成了两截 我身不由己地被震得 从墓顶上飞了下来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屁股差点被摔成了两半 墓顶地面虽然不是太高 可倒霉的是我正好坐在了一个 死冷八半的石头上 顿时被硌得浑身麻木 痛苦难言呢 但是还没来得及爬下来 逼眼血尸就一声咆哮 从墓顶上向我飞扑下来 我抬头一看 闭眼血尸 自着疗牙 僵直地伸着几寸长的指甲 带着一股腥臭的血腥之气 张牙无爪地从空中扑了过来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见闭眼血尸呢 张牙无爪地 凌空扑了下来 也顾不得底下屁股疼了 急忙一个侧身翻滚 躲在了一边 闭眼僵尸 一击不中 却是两只爪子深深地插进了地下 一时半会儿呢 还拔不出来 我一看大喜呢 急忙上前 一个钢布踏在他的背上 这时候 周八成一手提着三四只鸡 一手提着陶木剑跑了过来 小师傅 要鸡还是要剑 这时候还能给他吃鸡吗 省了 把陶木剑给我 周八成一听 急忙把陶木剑扔了过来 我一把接过陶木剑 双手抓住剑柄 狠狠地向闭眼血尸的后劲戳去 师徒呢 把他盯在地上 不料他一声怒吼 两只爪子像两道铁铃一样 呼的一下 连泥土都翻了过来 滚到一边 躲开了我这致命的一剑 我因为用力过猛 陶木剑却深深地插进了地下 一时呢 也拔不出来 我是心机如焚的 正用力 剁脚踩地 想把陶木剑给拔出来 忽然感到背后一凉 闭眼血尸忽然 从背后把我抱住了 我急忙扭头一看 闭眼僵尸 刺着几寸长的獠牙 正张着嘴巴 向我的后劲咬了过来 我大吃一惊了 轻急之下 急忙转身 从口袋里面 抓起一把猪杀 向着闭眼僵尸的头上 就洒了过去 闭眼僵尸 正张着大嘴 一包猪杀 不偏不倚 正好扔进了他的嘴里 这僵尸 大概是喉咙太粗了 居然孤动一声 给咽了下去 这血尸 顿时僵在了那里 大张的嘴巴 一动不动 就好像 被试了定身法 这么凶残的僵尸 没想到 一包猪杀 就给搞定了 我心中窃喜啊 急忙走到僵尸跟前 试探着 用拳头 敲了敲他的脑袋 果然没有反应 呵呵 看来是真的 被诛杀搞定了 我呢 正得意洋洋 闭眼僵尸 忽然吐出了一股 珠红色的烟雾 咕咚一声 倒了下去 我吓了一跳啊 走到跟前一看 才发现 闭眼僵尸 这时候 才完全的 被诛杀搞定 又进入了 休眠沉睡的状态 我急忙从地上 拔出桃木剑 踩入闭眼僵尸 用桃木剑 从他后脊 给盯了下去 把他呢 钉在地上 然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啊 大家伙 远远躲着看热闹 生怕被僵尸的 煞气 给冲到了 见我 把闭眼僵尸 给制服 这才 一个一个冒了出来 我冲他们喊道 没事了 都出来吧 捡些干柴过来 把这东西 给我烧了 大家伙 这才 壮着胆子 走了过来 有几个民工 找来柴火 还有干草 堆在僵尸上面 一把火 给烧了个干净 我们回到营地 大家伙 都感到有些忙人 没想到 曹家大院 这么复杂 临兵逃了 下一步 怎么打开 这座鬼木呢 还真的是 个问题啊 没想到 天快黑的时候 营地对面的树林里面 忽然出现了几个人影 等走到营地跟前 大家才发现 是老匹子和那几个警察 又压着林斌回来了 林斌呢 垂头丧气 他的手 重新换了一副手铐 一进帐篷 就扑通一声 坐在了地上 嘴里面 喊了一声 水 有个警察呢 在纸箱里 找了一瓶矿泉水 他击过去 一口气喝了半瓶 然后 又打搅一声 倒霉呀 老匹子 瞪着两眼说 倒霉 你玩今天 是走了狗屎运 幸亏老子手枪里面 没子弹了 要不 你小子 早就去阎王爷那儿 报道了 老马 你这辈子 非要跟我一个人 过不去呀 林斌呢 一脸不羁地 看着老匹子 老匹子 黑黑一笑说 没办法 你不是说了吗 我就是你的克星 在我手里 你就老老实实的 别玩心眼 你不是吹牛吗 天下 没有破不了的墓 怎么 进了这个墓 就尿了呀 林斌呢 一脸无奈呀 这个墓 鬼得很 不好破呀 有啥不好破的 你是不想破 还是不好破呀 老匹子呢 逼时着他 你不懂 我倒了半辈子墓了 什么墓没见过 实话跟你说 元经时期的古墓呢 多为石头构架 石块之间 用铁水浇固勾缝 非常结实 这样的古墓 反而没事 不管怎么折腾 那都踏不了 但是这个古墓不一样啊 每一块巨石 都有墩重 而且巨石之间 咸击的岩丝盒缝 最可怕的是 没有用铁水 烧浇勾缝 这样的墓墙石块之间呢 一定是用暗扣 相互卯扣 形成了一个整体 动一发 而牵全身 一块墓墙的石头 给打破了 整个墓墙就会倒 上千吨的巨石 就会形成垂石 眨眼间就会坍塌 如果石墙里边 再有流沙飞溅 就算你有八条腿 你也逃不出去 绝对活不了 这个墓墙的结构 和我十年前建的那个墓 那是一模一样 当时我带了十几个兄弟 只有我一个人跑了出来 好几个兄弟 都被里面落下的飞溅 砍掉了脑袋 其余的不是被石头砸死 就是被流沙给活埋 惨得很 林斌呢 输到这里 已是沉默不语 脸上露出了惊骇痛苦的表情 林斌是个大道 自然精通各种古墓 他不敢破这个墓 原来呢 是有着可怕和痛苦的经历 老匹子点了一根烟 塞进了林斌嘴巴里边 一脸阴沉的说 林斌 老实跟你说 你不破这个墓 你的案子肯定得上北京 林斌听了一言不发 默默的吸着烟 一支烟吸完之后 才又长叹一声啊 好吧 我认了 身头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我就豁出去了 明天呢 你给我准备一缸老醋 一个喷灯 老匹子听了是一愣啊 你要这玩意干啥 林斌呢 扬起惨白的脸说 破目啊 老匹子又说 好 明天下身 去给你弄一缸山西老醋 林斌嘴巴一扬说 今天跑了一天 饿了 好酒好肉的 伺候着我 只怕呀 也活不了几天了 老匹子 黑黑一笑 让你破目 又不是让你上行场 还吃断头饭呢 放心吧 死不了 话是怎么说呀 老匹子 还是让周八成 给林斌弄了几个菜 外加呢 一瓶五粮叶 林斌也是 一点不客气 一只大盘鸡 被他吃得是干干净净 一瓶五粮叶 也被他喝得 点滴不胜 最后呢 鸣鼎大碎 倒下去 呼呼大碎呀 第二天 老匹子 为林斌准备了一缸山西老醋 还有呢 一个盆灯 然后压着林斌 让人抬着老醋 向曹家大院去了 我呢 觉得十分奇怪 心想 这么复杂的古墓 你用一缸老醋 就能把它给破了 我倒是 要看看 你怎么破墓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 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林斌戴着手铐 面如死灰 就好像 要上刑场一样 走了几步呢 就走不动了 要求 再吃一顿好吃的 老匹子说 林斌呢 你是猪啊 刚刚吃过饭 你还要吃 这有可能 是最后一顿饭了 我不能当饿死鬼啊 林斌的话呢 让人是哭笑不得 你个怂啊 还真以为 是上刑场的 快走 老匹子 笑骂地踹了他一脚 林斌说 哎呀 我这心口里面 扑通扑通的 跳得不行啊 老匹子 又笑嘻嘻地说 你要是心里不踏实 让这小道士 给你叨咕两句 他可是 能掐会算呢 林斌呢 披露我一眼说 毛都没掌权的娃娃 能算个啥呀 我见林斌呢 一脸不屑的样子 微微一笑 没有吭声 老匹子说 名师出高土啊 他可是长疯子的徒弟 昨天的僵尸 就是他给摆平的 哎 那这么说 还是有了下子呀 林斌呢 看着我的眼神 猛然一亮 他一脸认真地 看着我说 那你看看 我这次 极凶如何呀 我呢 仔细看了林斌一眼说 没事 真没事啊 林斌呢 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笑着说 放心吧 你命大着呢 你几次都是有惊无险 这次也没事 说实话 我暗暗地观察过林斌的面相 发现他是一身诡计 屡次有惊无险 也没有短命横死的征兆 只不过呢 有牢狱之灾 那是难免的 你这么一说 我就放心了 我这一生啊 确实是遇险无数啊 林斌一听呢 精神焕发 他双手捂着脖子上挂的一个物件 双眉紧闭 极其地虔扯 似乎呢 在祈祷着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 才睁开眼睛 松开双手 我这才发现 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小件骨头 有点呢 像鸡骨头 但是仔细看起来 又不像 非常短 两头呢 还包着银子 看起来 很是精致 但是 怎么看 都有点邪气 大概 有手指关节那么长短粗细 我心里面 忽然一惊啊 难道 他带的是人骨手指关节 怪不得 此人是一身诡计的 你带的啥玩意儿啊 老匹子也发现了 他带的那些奇怪的骨头 伸手呢 想拿过来看看 谁知道林斌 急忙地躲在一边 双手呢 紧紧捂在胸前 护命一样 护着那些骨头 别动 别动 这是我的护身符 在一个喇嘛那里 花重金买来的 千万动不得 动了就不灵了 花了三十万呢 我一听啊 心里有数了 他带的那些骨头 绝对是人骨 但是 我并没有点破他 老匹子 披了一眼 那个物件说 骗鬼去吧 还三十万呢 林斌呢 也不和他争辩 到了曹家大远跟前 让人 把那杠老素 抬到牧墙跟前 然后呢 对我们说 我要开始破墓了 你们都站远点 越远越好 老匹子呢 笑着说 你们要是再跟我耍心眼 我告诉你 这次可没有僵尸 给你帮忙了 我八只眼睛盯着你 寸步不离 林斌呢 一脸认真的说 我是为你们好 万一木墙倒了 垒石流沙 飞刀什么的 全都有 我这是冒着生命危险 在做破墓 你们就没有必要再冒险了 老匹子想了想 觉得呢 林斌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就转身对其他人说 你们退到二十米以外 然后又对四名警察说 你们在外围守着 把枪都准备好了 如果这家伙再想逃跑 你们就打他的腿 四名警察在外围散开 预防呢 林斌逃跑 老匹子过来 给林斌打开手铐 然后对林斌说 走 我陪你 林斌呢 笑嘻嘻地说 哈哈 老马 跟我一起啊 几位考古专家呢 也想跟着 看他怎么破墓 老匹子拦住他们说 你们都是专家 还是别进去了 万一出现意外 那可是国家的损失 王月欣呢 笑着说 咱们考古专家呢 最不值钱 就跟农民差不多 咱还是进去看看吧 真有危险 咱再出来 老匹子呢 拔脸一沉说 不行 再不值钱 那也是专家 万一出现意外 我这个带队的 怎么和上面交代 王月欣见老匹子 变了脸色 就不好再争辩了 在安全方面 老匹子是说一不二 所有人呢 都得听他的 考古队这么多年 没出过大事 这呢 都和老匹子的严谨 和安全意识有关系 好吧 既然这样 我就在外面等着 等你们把墓破了 我们再进去 王月欣带着其他专家 退到了二十米以外 我让老匹子和林斌 稍微等一下 破墓之前呢 我还得做个手脚 于是我爬上墓地 重新拿出锣盘 压住墓顶 前面呢 我已经撒了针法 现在得重新布置针法 所以抓了九只蚂蚁 嘴里面念了几句咒语 将它们替代了下面的九个恶鬼 压在罗盘下面 困住下面的九个恶鬼护法 做完这些之后 我爬下墓顶 对老匹子说 行了 可以开始了 老匹子哗了一声 把枪抽了出来 顶着林斌说 干活 林斌不满地皱了一下眉头 把你那玩意儿收起来 影响我情绪 我说了不跑 就绝对不跑了 这是我最后的一道防线 对付你这样的江阳大道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林斌急忙说 好好好 那你就指着吧 别走火了 我看了看 旁边的木墙说 既然两位都不怕死 那就麻烦给我打个下手 帮个忙吧 把那缸呢 倒出半盆来 端着跟我走 老匹子冲我使了个眼色 示意我到半盆老苏 跟着林斌 他自己呢 提着手枪 时刻提防林斌逃跑 我操 我居然成了咋杂的了 于是呢 就到了半盆老苏 跟着林斌 林斌一边走 一边看着木墙 走走停停的 嘴里面还在算着什么 最后 他停在一处木墙下 让我把老苏放下 我一看 面对着的是周围木墙中 最大的一块石砖 足有两三吨重 这是一块垫底石 林斌拿出喷灯 对着那块石头中心 喷射火焰 呼呼的烧了起来 大约呢 烧了半个小时 那块石头中心呢 有碗口大的一块 变成了橘红 就跟那烧红的木炭一样 林斌停了下来 用一碗老苏向红火的石头上浇去 老苏浇到那火红的石头上 就好像喷了硫酸一样 起了化学反应 冒起来一阵的白烟 带着一股刺鼻的气味 非常的呛忍 你这搞啥呢 这能破木吗 我听说过 盗墓贼用老素炮糯米石灰木枪 这木枪是纯石头的 有用吗 老匹子被呛的是直咳嗽 林斌瞪了老匹子一眼说 我说你们是笨蛋 你们肯定不服气 当年 皇朝差点用这个方法 破了武则天墓 武则天墓是啥木 山林 纯石头的 皇朝就用这个办法 硬在山石上面 开了一条皇朝沟 若是不计算错误 武则天的山林 早就被他给破了 林斌说着 又拿起喷灯 对着刚才烧过老醋的地方 开始喷死火焰 又呼呼的烧了起来 我明白了 林斌是想利用老醋的腐蚀性 一边用喷灯高温的焚烧 一边用老醋腐蚀 慢慢的在这石头上 打出一个狗洞来 尽量减少 对整个墙面的影响 因为他选择的是一块最大的石砖 用滴水穿石的办法 慢慢的把这个石砖的中心打空了 而这块石砖呢 却不会破碎变形 这样就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对整个墙面的破坏 我不停是暗暗的佩服 这个盗墓贼的心思缜密啊 老痞子也看出了门道 不禁笑道 你们不愧是打老鼠 会打洞啊 不过呢 要想把这么大的石砖呢 给俯石头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林斌并不着急 他在那个石砖上画了一个盆口大小的圆圈 无论是焦塑呢 还是喷火 必须要在圆圈里面操作 绝对不能过境 就这么日复一日 天天呢 都是焦塑喷火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 圆圈里的石头已经完全变了颜色 林斌看了看说 差不多了啊 然后拿来一个洛阳尘 一脸慎重的对着我们说 你们千万要小心了 发现情况不对 就赶紧跑 说着用洛阳尘 对着石头上的圆圈 轻轻一捣 只听扑的一声响 洛阳尘就好像切豆腐一样 一下子挫出一个大洞来 这个洞的刚好是脸盆大小 圆圈里的石头全都锁了 可圆圈外面的石头却是完好无损 林斌一脸紧张的看着这个大洞 随时呢 准备逃跑 可是那个大洞并没有异常 也没有流沙飞溅射出 只有一股冷嗖嗖的阴风扑面而来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紧紧地盯着木墙上的黑洞 互相对视一眼之后 发现一切正常 但是林斌却是高度的紧张 他盯着那个大洞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生怕里面飞出什么流沙飞溅之类的 如果里面是流沙枪 下面被打出一个洞来 流沙肯定会迅速地喷射出来 很快呢 就会破坏墙面 整座木墙都会倒塌 但是奇怪的是 过了一分多钟 一切正常 林斌面楼惊喜地说 老天保佑啊 我还以为是流沙墙呢 我们呢 围拢在那个大洞跟前 发现里面黑乎乎的 什么都看不到 一股呢 阴冷冷的风吹得人很不舒服 老痞子一脸坏小地看着林斌 林斌 你不是猴子吗 先钻进去看看 不着急 现在洞刚刚打开 先散散空气 咱们呢 先到外面等一会儿 抽个烟 如果墓前没倒 咱们再进去 林斌呢 不愧是打倒 事实都考虑得比较周全 我们出来呢 坐在一起抽烟 几位考古专家 听说墓墙已经打开 都非常的兴奋 对考古专家来说 每破一座古墓 就意味着 有西式珍宝 要面试了 虽然这东西 最终不属于他们 但是他们 都能够第一世界 看到这些宝贝 让他们开一下眼界 也是一种福分 老马 我这次可是立了大功 这下 我的案子 不用上北京了吧 林斌兴奋的 看着老痞子 考古队长 老痞子说 你明白 啥叫死缓不 死缓 就是重在表现 那 我进去表现啊 林斌呢 见半个小时之后 木墙还没有倒塌 说明了 一切正常 他不但没有逃跑的想法了 而是急切的 想进去看看 毕竟 当了半辈子 盗墓贼 如今呢 这个古墓 是由他亲自打开 说什么 也要进去看看 不然 心里面 痒痒的难受啊 老痞子说 狗改不了吃屎 让你破墓 不是让你盗墓 你别心急的 跟猫砖似的 我明白 我明白 我只破墓 不拿货 林斌呢 连声的说着 按理说呢 林斌打开木墙 就不用他进去了 但是老痞子 考虑到 这个古墓 比较复杂 里面什么情况 很难预料 所以决定 带他一起进去 毕竟林斌 可是名震江湖的大刀 对古墓 熟悉 经验丰富 就凭他 用喷灯老素 巧破垒石墙 这一手 就足以证明 他不一般了 有他跟着 大家伙也可以放心 这次大家呢 都准备好了照明工具 有拿手电筒的 有带汽油灯的 几位考古专家 脖子上挂着摄像机 准备进了古墓 就第一时间 给文武拍照 林斌一手 拿了一把洛阳铲 一手拿着手电筒 来到墓墙跟前 把手放在洞口 试了试说 有良分 没问题 说着 毫不犹豫的 顺着那个大洞 就钻了进去 动作十分麻利 我这才发现 他画着圈 打的这个洞呢 完全是根据 他自己身材尺寸画的 好在 他的身材呢 是个土肥原的身材 他能进去 那我们都能进去 我们一个一个 转进去之后 里面呢 漆黑一片 周围弥漫着一股 很强的阴冷气息 大家伙 用手电照了照 发现里面 既没有棺材 也没有什么 而是里面 出现了一道木墙 显然 林斌破的 只是外围的保护墙 并不是真正的木墙 我用手电照了照 发现这座古墓 同样的和中间的涌道 构成了S形的 太极圈的造型 我们沿着太极形的木墙呢 转了一圈 居然在正中间的部分 发现了一道石门 林斌看了一下石门说 我去 把老子吓了一跳 还以为里面有流沙飞石 原来玩的是仙人跳 这才是真强啊 他推了一下石门 没有推动 显然呢 里面有顶门石 我们用手电照了一下地面 顿时时 大吃一惊 因为我们发现地面上一片暗红 就好像血液 升起了泥土 变成了干枯的血迹 铺满了整个木道 我的娘啊 怎么这么多血 民工张山娃呢 吓得叫了起来 林斌在地上抓起一把暗红的泥土 看了一下说 这不是血 这是朱砂 不要大惊小怪的 古墓 有朱砂 那是很正常的事 几位考古专家呢 也抓起地上的红色泥土 看了看 纷纷点头成石 无不对林斌 是刮目相看 我仔细看了一下 整个太极形的木道里面 铺满了朱砂 形成了一条红色的太极圈 看起来格外的神秘 朱砂是用来辟邪的 这是明显的 要阻挡外部的邪气 乳亲的意思 我心里面咯噔了一下 几乎肯定 这个木主就是一位书士 难道真的是那位 青天间的阴阳四正吗 林斌眯着眼睛 看了看石门 然后用手里的朱砂 在石门上画了两个小圈 然后就大咧咧的说 从这里给我打两个小洞 老痞子看了一眼张山娃说 干活 按他说的 钻两个洞 张山娃拿起野外作业的 无线电钻 就钻了起来 不但一会儿 就在林斌指定的地方 钻了两个小洞 几位专家呢 去到石门前 闭着一只眼睛 对里面看了一下 心里面安安惭愧 因为他们发现 林斌画的位置 正是顶门石的位置 计算的非常的准确 一点多余都没有 不愧是明镇江湖的大道眼力 绝对不是一般的专家 可以比拟的 有了这两个小洞 大家都知道怎么破门的 张山娃用一根洗钢筋棍 从那两个小洞里面伸了进去 顶了两下 却什么反应都没有 真是个笨蛋 林斌呢 一把夺过张山娃手里的钢筋顶棍 轻轻一捣鼓 就听到红弩一声响 梁扇石门顿时向里面倒了下去 因为呢 地上全是朱砂 石门倒下后 砸起了一阵红色的烟雾 还有粉尘 我恍然间看到 墓室里面有灯火一闪 瞬间就熄灭了 大家急忙握住鼻子 避免呢 朱砂粉尘 吸入呼吸道 等红色的烟雾渐渐平息之后 前面出现了一具黑亮的棺材 这具棺材呢 比一般的棺材要大一倍 棺材上面钻刻的并不是瘦子 而是阴阳太极图 这具棺材放在四条长凳上 我用手电呢 照了一下 发现支撑着棺材的两条长凳呢 全部没有接地 每一个凳子吐儿下面 都垫着一个磁盘 和地面完全隔离 更为奇怪的是 棺材上面捆着一根红绳子 下面坠着一个衬托 棺材的一头呢 摆放着七盏灯碟 成了北斗七星之事 我一看 顿时是暗吃一惊啊 因为人死之后 灵魂会自然的飘起来脱离肉身 棺材红绳上 坠着衬托呢 正是为了坠住死者的灵魂 不让他离开 以便呢 随时可以复活 旁边摆放的七盏油灯 正是借北斗七星之事 摆放的长命灯 如果不是我们破了木门 油灯不会添油 也会永不熄灭 千百万年 生生不息地燃烧下去 因为这种油灯 已经不是普通的油灯了 而是借用了 北斗七星的天使 不用添油照料 就怕风吹和人微的破坏 看来这位牧主人 果然是在太极恋行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大家看到 棺材周围的摆设 很是奇怪 顿时面面相觑 忐忑不安 牧师充满了神秘 诡异的气息 所有的目光 都最后集中在了 我的脸上 我见大家都很紧张 就故作轻松地 哈哈一笑说 太极恋行 不可能 就只不过是个传说而已 当年诸葛亮够牛逼吧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可是他准备向老天诫命 却没有成功 别说一般的凡夫熟子了 此人不过是 今天见的一个阴阳思政 居然敢太极练行 妄想复活长生 这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何况 他的七盏命灯已灭 大家不用担心 就是 现在 卫星都上天了 也没见 谁能长生 要是真能长生 那些科学家 个个都长生了 老痞子呢 配合我 一唱一和 为的就是 稳定军心 大家听我们这么一说 顿时胆气又撞了起来 慢慢的向棺材围了过去 当我们距离棺材只有极尺远的时候 我才发现这个棺材极为的讲究 棺材的两头钻刻着阴阳太极的图案 棺材身上钻刻的山水鸟兽 棺材根上钻刻的是日月星辰 所有的图案都用朱砂钩苗 鲜红夺目 棺材上的整个图案 形成了天地合一的布局 看起来大有深意 这是一句采观呢 这样的图案很少见 只可惜是朱砂钩苗 要是刘金的 价值就更高了 王月星呢 说着就要伸手 去摸棺材上的花纹 就在王月星的时候 距离棺材只有几寸远的时候 棺材忽然 剧烈参抖了起来 就像棺材里的人 马上要出来一样 王月星和一群教授 吓得猛然往后一退 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家伙相互对视了眼 一个个面如土色 这些老家伙平时道貌安然 关键时候还是有想法的 我紧盯着荒动的棺材 由于棺材荒动得剧烈 下面的凳子 咯吱咯吱的响了起来 看起来格外的吓人 我心里面暗暗折惊 心想这个姓崔的阴阳思政 不会是炼成功了吧 难道真的要复活 小子 你果然来了 你坏了老夫的大事 老夫要灭了你 我正在活死乱想 耳边忽然传来了鬼音耳包 正是那位阴阳思政 我盯着剧烈摇晃的棺材 不仅冷笑一声大喊道 拿刀来 张三娃晃晃晃的给我一把柴刀 我接过柴刀一把抓住棺材上面 吊着秤妥的绳子 这个秤妥呢就是坠魂妥 正坠着这位阴阳思政的一缕残魂 我举起柴刀就要把绳子砍断 使不得 使不得呀 小哥 那是老夫来以复生的坠魂妥呀 那位阴阳思政的鬼音 在我耳边苦苦的求饶 追求长生本无过 但是你为了长生残害骨肉 已经悲逆天道 枉为修道之日 与其这样不仁不鬼 还不如早下阴曹地府投胎去吧 我手起刀路 一下砍断了棺材上吊着秤妥的红绳子 秤妥呢 砰的一下掉在地上 就在秤妥子掉在地上的一瞬间 棺材也停止了晃动 瞬间平静了下来 我看到棺材里面飘出一缕黑烟 转眼就消失于五行 于是 微微一笑说 好了 这位阴阳思政到阴曹地府去报道了 你们可以开关了 可是张山娃等人 还有一群民工 大眼瞪小眼 谁也不敢上前 老匹子瞪着眼 冲着民工吼道 怕个锤子呀 里面不就是一具死尸吗 老子在越南前线的时候 从死人堆里面 爬出来都没怕过 上 赶活 老匹子一声大吼 张山娃等几个民工 只好硬着头皮上来 把那棺材杆给掀开 谁知道 这群人把棺材杆掀开 就转身 哇里哇啦的吐得不成样子 我急忙地向棺材里一看 里面躺着一具高大的尸体 但是浑身呢 爬满了黑色的蛆虫 整个尸体都被黑色的蛆虫所覆盖 黑乎乎一片的蠕动着 我顿时也是头皮发麻 一阵的恶性 忍不住转身也呕吐了起来 紧接着那些叫手 也个个转身吐了起来 顿时整个墓室里面 呼里哇啦的一片的呕吐之声 我吐了一会儿 忽然觉得不对劲 这位阴阳思政 既然是正在修炼 太阴炼性 尸体怎么会腐烂成这个样子 既然尸体高度腐烂 应该非常臭才对 可是怎么没有闻到臭味呢 我越想越不对劲 就冲着大家喊 停停停 不许吐了 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还以为自己的鼻子失灵了 就嗅了一下鼻子说 你们有没有闻到臭味 其他人一听 下意识地嗅了嗅鼻子 似乎也没有闻到臭味 于是都摇了摇头 老痞子也觉得有些怪异 是没臭味啊 大家伙又纷纷转过身来 面向棍子 谁知道大家刚转过身来 一下子就呆了 尸体上的蛆虫纷纷向光彩外面逃去 尸体上露出了大片的皮肤 这个人不但没有腐烂 而且栩栩如生 面目已经是一席可变 应该是一个樱暮长许的老者 只是脸上仍然有很多黑色的蛆虫 爬来爬去的看不太清楚 怎么还有黑色的蛆虫 为什么尸体没有腐烂 那这些蛆虫是哪里来的 我呢正看到疑惑 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 那些逃到棺材外的黑色蛆虫居然互相咬在一起 十几只黑色蛆虫咬在一起就变成了一尺多长的小蛇 然后飞快的游走了 不大一会儿棺材里面的黑色蛆虫都逃到了棺材外面 互相咬了起来功夫不大 那些到处乱爬的黑色蛆虫全变成了几十条黑色的小蛇 转眼见逃得是干干净净 大家伙都看得目瞪口呆 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连连撑起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尽管这些老头都是专家权威 平时说起话来夸夸其他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好像呢就没有他们不知道的 没想到他们见到这种诡异现象之后 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全都杀了 当时老痞子大着胆子 用手呢挑起一只没来得及逃走的蛆虫说 这不是蛆虫 这就是一块肉吗 还乱动呢 我仔细一看果然如此 心里面忽然一动 于是对大家说 我曾经听师父说过 有一种灵蛇叫虫蛇 这种蛇呢很小 一旦受到惊吓 身体会四分五裂 逃离险境后又会重新组合起来 变成一条完整的蛇 并且可以听取符咒的召唤 修炼的人经常会灵魂外游 在灵魂出窍之后 为了保持肉身不服 就会召唤这种灵蛇守护在肉身上 既可以防虫又可以防腐 非常诡异 这种蛇对术者修炼有很大帮助 而且也叫首尸蛇 没想到还真有这种蛇呀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啊 这 这居然是蛇 稀罕 真稀罕 众人呢 一连的不解 纷纷感到非常的好奇 真是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但是 有些奇怪的东西 普通人一生 也不一定能够遇到 如果不是师父 曾经告诉过我 有这么一种蛇 即使今天见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大家呢 一阵惊气之后 我忽然想起了棺材的尸体 等我再次 围隆到棺材前的时候 棺材里的尸体 已经完全显露了出来 棺材里躺的老者呢 是一个双目深陷的老道士 从他头上戴的帽子来看呢 他的道行应该不低 过去道士的帽子是很讲究的 大致分为 魂元金 庄子金 纯阳金 九粮金 焕燃金 逍遥金 森角金 椅子金 太阳金 等九种帽子 依此来确认道士的级别高低 还有宗法的传承 比如呢 寿出真戒的道士呢 戴的宽金 寿中级戒者戴三轿金 寿天仙戒者戴冲合金 道士的帽子不能乱戴 有着严格的区别 奇怪的是 这位老道士头上戴的帽子 却不在酒精之列 他呢 戴六方帽 油彩天地灵气 那岁月精华 包罗人间万象的意思 头顶上有一个莲花罐 下面还镶嵌了一颗绿宝石 名誉 封眼 一双封眼 关前后 万法收来 再内藏 七宝凌晨 皆有记忆 昆仑顶上 放豪光 从帽子来看呢 这位道人就非同一般 怪不得能坐上 青天间阴阳辞正的位置 这老道士 躺在棺材里面 双臂张开向天 呈环抱姿态 就好像要拥抱是吗 两条腿呢 犹如两条螃蟹钳子 向外面张开 看起来非常的诡异 其实呢 这是怀抱阴阳 脚踏北斗 形成天人合一的状态 我想 这位老道士大概是活着爬进棺材的 然后 做出上面的动作 逼其而往 途径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和天地灵气相接 试图太阴练形 复活长生 我忽然明白了 怪不得 这棺材做的特别大 原来这老头 要在棺材里面 太阴练形 做高难度的动作 考古实习生呢 一般都是给师海打扫卫生的 两位拿着小刷子的考古实习生呢 等着棺材掀开 好给师海扫灰 结果看到一具栩栩如生的尸体 顿时吓傻了 拿着小刷子 不知道该怎么办 闪开闪开 没颜色 拿着单反相机的导师呢 在后面吆喝开了 像这么鲜活的尸体呢 很少见 他们急着 要给棺材里面的尸体 拍照留存 现在的文物越来越少 品相如此完好的古尸 也算是文物了 但是古尸呢 不亦保存 打开棺材几分钟 就会和空气发生变化 很快就会失去那种 栩栩如生的神态 所以得抢先拍照留念 两位实习生呢 接连闪到一旁 于是教授们 对着棺材里的尸体 咔嚓咔嚓 一阵的连拍 这位张着双臂 做环保姿态的老道士 在各种角度的闪光灯下 看起来非常的怪异 拍完照之后 考古专家们 开始检查棺材里面的物件 考古和大魔不一样 开了棺材 要小心翼翼的检查 一件一件的 从棺材里面 取出随障的文物 用细软的毛刷 扶去上面的灰尘 然后呢 编好存档 拍照封存 整个过程 都是非常的严谨 但是 这个诺大的棺材里面 却没有什么东西 难免呢 有些让人失望 老道的左手边 放着一个轻盈剔透 血红如血的圆盘 在老道的右手边呢 放着一块宽大的三角骨片 除此之外 棺材里面 再无其他的东西 大家很快的被这两件东西给吸引住了 因为那一个晶莹剔透 血红如意的圆盘 非同一般 晶莹剔透中 似乎有着血丝脉络 稳稳流动 散发出无法言喻的神秘光彩 看起来十分的诡异 一看那个圆盘 就是一个活物 绝对是西式之宝 相对起来 那个三角骨片 要逊色多了 上面只是刻满了 密密麻麻的奇怪符纹而已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个圆盘 应该是一块上好的雪琥珀 怎么里面 好像有东西在动呢 王月欣呢 被那个圆盘给吸引了 他初步判断呢 这是一块上好的雪琥珀 但是却不明白 这里面为什么有东西在动 身不由己的 向那个圆盘走了过去 这个晶莹剔透的圆盘呢 不但吸引了王月欣 也吸引了所有的考古专家 大家伙急忙的凑紧棺材锡看 却不敢轻易的把它拿出来 我呢 也向那里凑了过去 因为这个圆盘 实在是太诡异了 我走到跟前才发现 这个圆盘 不但有雪丝脉络一样的东西 在流动 而且里面 好像还站了一圈动物 仔细一看 里面有老鼠 有牛 还有蛇 还有猛虎 和飞龙 我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是十二生肖 这些个动物 栩栩如生 呼之欲出 就好像是活物一样 但是却非常规矩地 站在个子的位置上 在圆盘上形成了一个圆圈 这十二个动物怎么会被封进琥珀呢 看来这块血琥珀绝非反物 我呢 眉心一跳 只见一道灵光一闪 我的天眼自动被打开了 这一层 这一层经营剔头的圆盘 在我的眼前 又变了模样 我不仅看到了 活灵活现的十二生肖 围成的圆盘 而且圆盘上面 出现了层层叠叠的悬殊字符 第一层呢 是中央天职 第二层 是先天挂窑 第三层呢 是洛书九师 第四层呢 是地母翻卦 第五层 是三园二十四山 阴阳盘 第六层呢 是川山七十二龙 第七层 是三合人盘中针 第八层 是平分六十 透地龙 第九层 是三合天盘缝针 第十层 是一百二十龙分金 第十一层 一盘六十四 挂矮星星药 直到第十九层 二十把星宿 我的天 这整个就是一个 浑然天成的罗盘 我虽然看得头晕眼花 但是仍旧认出了 这是一个罗盘 奇怪的是 世上没有一个罗盘 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罗盘 是活的 而且隐约的 在千万年前的万年琥珀中 或许说 应是千万年的 琥珀做成了罗盘 不但把十二生 封销封建了 湖泊 甚至把洛河九星 和仙天挂窑 都封进了 湖泊里 除了上古神仙 绝非一般的术士 能够做到 如果我不是 开了天眼 根本发现不了 这是一个神秘的罗盘 它透出一股 鬼神难测的魔力 似乎有一种 反转阴阳的神秘力量 我阴隐觉得 这绝对不是 凡间俗物的 普通罗盘 也有可能不是罗盘 而是上古一流的 某种神迹 哎呀 这么好的血琥珀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你看那里面的血丝脉络 就好像人身上的血脉一样 感觉好像在流动 没有上万年的沉淀 形成不了这样的琥珀呀 王月欣呢 嘖嘖撑起 其他几位考古学家 也是一片的嘖嘖赞叹之声 在他们眼中 只能看到 琥珀里的血丝脉络 其余的 什么都看不到 即便这样 他们也是振奋的不行 王月欣呢 身不由己的伸出了手 打算把那个圆盘血琥珀 拿在手里面 仔细观察 他的身子 向棺材靠过去 手指刚刚摸到 那个血琥珀 忽然呢 扑通一声 栽倒在了棺子里 脖子上 出现了一个大洞 鲜血喷溅 整个脑袋 都差点被砍了下来 所有人 都是大吃一惊 急忙回头一看 只见张山娃呢 拿着一把血淋淋的柴刀 瞪着一双 诡异凶残的眼睛 正站在我们的背后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